95年前有14万华工远赴战火弥漫的欧洲 从事前线战地作业和后方军需生产 协助英法俄协约国打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14万华工为中国提高国际地位争取民族利益呢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啊由于种种原因 这段历史曾经被当时的北洋政府和欧洲列强所遮掩 相关资料也大量的散失 直到呢近几年一战华工才逐渐的成为国际历史学界的研究热点 近日呢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一些学生把寻找一战华工后裔 作为自己的社会实践课题 并专程到文灯展开实地调查 日前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两名大二的学生找到百姓关注栏目组 请我们记者协助寻找一战华工的后代 据了解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14万多中国轻壮农民被运送到欧洲战场 在极其恶劣和危险的条件下 从事道路清障 修筑工事 搬运物资 甚至掩埋阵亡士兵和扫雷等牢役 以付出两万多人死亡 一万多人失踪的惨重代价 帮助协约国取得一战的胜利 在英法招募这批华工的过程中 当时属于英租界的危海位 是最大的集结地和出发港 当时有五万四千名华工从危海坐船出发 文灯呢 设有一个招募机构 也有很多的华工 我们呢 寻找一战华工后裔 主要是为了进一步还原 激活这一段历史 也为了告慰那些远在他乡的英魂 文灯级的一战华工有多少 在欧洲经历了怎样的磨难 归国后的情况怎样 两名大学生曾在互联网上查学了很长时间 但是只查到了腾书德 王喜 七首训 三名文灯华工的名字 再没有其他具体信息 记者随后带他们来到施档案局 看看是否能查询到更多有关资料 施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1914年属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当时的历史资料和华工档案并没有保留下来 但他们不久前刚从危海搜集到 几本一战华工的图片集 其中反映了这些离家外里的华工们 用他们的辛勤和汗水 参与拯救了当时的西方文明 也为中国争取了一战战胜国地位 由于他们的牺牲在巴黎和会上 被欧洲列强忽视 拒绝归还中国的国家主权 进而引发了国内的五四运动 目前施档案馆正在抓紧搜集更多的相关资料 记者同两位大学生有驱车来到市民政局 打算从三名文灯集华工的名字着手 寻找他们的后代 由于王姓在文灯分布太广 而七姓大多住在威海 市民政局地名办的工作人员 将目标锁定在腾书德这个名字上 经查询 我是张家陕和米山镇的几个村中 兴藤的比较多 供教人员立即联系当地民政人员 帮忙查询 为了尽快找到文灯一站华工的后裔 当天记者就带领两名大学生 来到米山镇西石棚小山前等村调查 得知来意后 村民们都被两名学子的真诚和执着所打动 入侵回答他们的每个问题 但由于时间太久远 大家对95年前村众的情况知之甚少 两名大学生告诉记者 这些华工在欧洲写下了浓墨仲裁的一笔 华工们的磨难和功绩应该被后人所牢记 他们将把寻找失落的华工资料当成一种使命 目前他们已经和威海市档案馆 以及资博维方等地 已经查明的华工后裔取得了联系 下一步将会去那些地方展开进一步调查 这次反正在文灯电视台的帮助下 还有在这个民政局 还有这个档案局的帮助下 虽然获取的资料不多 但是我们还要非常感谢你们 我们今天选择这个项目了 就是选择了一种承诺 一方面要还给那个历史前的一个公正的地位 这个要后人知道这些事情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